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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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近八成中小学 已经抱持无线网络 有学校积极采用电子教科书 和资讯科技教学 要在校园全面落实电子化学集 会面对什么挑战 这家小学在两年前开始 在高小推行电子书包 即是学生不再用传统的子本教科书 而是拿着平板电脑 用电子书本教科书 在校园上课 你喜欢平板上课 喜欢 会轻轻的书包 不用这么多书 很方便 不用带这么多书 我已经发放了两条题目给你 现在可以做 我给你几分钟时间 好吗? 电子教学 方便老师即时掌握到学生 整体表现的大数据 都不错 敏然 雅丽 都适合 陈浩廷 你还没加 这一条就差点了 27%同学错 应该有几个错 用一个电子学习中 最大的好处就是收集数据 数据即时可以呈现 学生做了多久 学生答的结果 每个同学的结果是答什么 答得对不对 不单止在上堂 可以即时了解 学生理解课题的能力 陈奕音说 电子化教学 亦有助老师在批改功课时 能够更快和更全面 收集大数据 分析整体学习进度 刚刚吸引了功课 只有30% 其实普遍来说 四条都很弱 31分钟 但错了 没错 可不可以看其他类型的题目 譬如说 这个同学 只是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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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不会都是这样 在以前来说 很印象 很多时候 譬如说 他好像运算比较弱 其实运算弱 是什么 不知道 但可能在功课里面 我们可以 这些数据 我们的功课里面 会看到他其实 通常错了些什么位置 我们都已经预测到 他将会不好 他家长一见到 可能到下个星期要考数学 我今个星期和他找书 找什么呢 家长可能会看看数据 哪里是低分一些 可以集中去找 五年前 政府提出发展电子教科书 推动电子学习 同时抗衡传统教科书 频密改版 加价的市场生态 教育局 教育局随后推出电子教科书市场开拓计划 至今一共审批了34套电子书 当中18套 是由教育局撥款近4千万元 资助非牟利机构开发 学校老师都有测试吗 有 有 他现在拿过来 麻烦你要上我们的e-test book 今天就多谢马晨之喜 既然中学的老师 就是一个英文教科课本的presentation 你们可不可以 首先开了你的手机 就要进去unit3先 曾维敏是电子教科书出版商负责人 他们是唯一一间 获教育局资助出电子版英文书的开发商 和政府各自出资900万 开发小一至中三共三套英文书 今天他来这间中学 向老师推销这套电子书 在香港还有一些什么叫 famous的旅游地区 你是认识吗 你可以把它的字copy了下去 这里可以save back 它自己的语言设计 生动很多 有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有很多老师跟我们说 持着实体书的教学 安全感更大 会吗 也是的 其实在用的过程里 第一次都会想 其实是否稳定 不是说书是否稳定 而是说WiFi是否稳定 会否用一样 用死机 或者我会否有些IT我不懂 一有卡住的时候 可能会起哄 对 我又不行了 你又不行了 那就会有些课堂秩序的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 语文的老师 因为我控制不了这些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我帮助我帮助 老师未敢踏入第一步 市场上 二十多间的学校去使用 可能一级三班 只是用一班 一间学校全校使用 暂时我们还没有 全港近一千间中小学 目前有近八成学校 铺好无线网络 当中只有一成多 包括五十五间小学 和八十五间中学 正在用电子教科书 市场开拓计划下的电子书 比如我现在 老师用我的工作 其实同学回到家 是否真的可以 在搜索上下搜索 看回呢 电子书的市场 未能抗衡 传统子本教科书 曾维敏承认 是低估了老师 对子本教科书的依赖 那本书 令到它会有一个安全感 如果我没有一本实体书 其实我就看不到 究竟我的进度去到哪里 那变相呢 它就是指电齐飞 去订购的时候 就要求有一本实体书 如果你有了电子书 它就两样都会一起订购 那变成在课堂上 用的时候 都会有少少相辅相成 传统教科书箱 一定是有着数的 因为我们电子教科书箱 其实有子本的 是甚少的 比如我们为例 我没有子本 我全部都是电子书 整个学期开始 马安山这间小学 在四年级推行BYOD电子书教学 每个学生要带自己的平板电脑上课 写作的部分都不同 从前用一些字笔写一些大纲 我们都应用到自攜装置里面的功能 例如相机功能 他们可以跟同学们拍一张照片 更贴近他们将会写的内容 不过, 学校在小四级别 还保留一班用子本教学 陈美娟校长说 有家长对电子学习的成效始终不放心 家长从未试过自己上课的时候 是这样的e学习 他可能要继续观望一下 究竟是否可以 我以前也是在子本学习的 为什么现在电子学习会好一点呢 他可能要被说服, 要多些证据 文杰, 爸爸为你选择子本班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不让妈妈选择, 你选择 你会选什么 我会选择二子班 好的, 妈妈就说 其实最担心是你打机, 控制不了自己 如果你电子班, 他又做完功课了 你又不知道他自信是怎样的 你觉得他只是用平板, 就不知道他在玩 是的, 因为你知道现在他有耗力了 你不是电脑、手机什么 他一拿到手, 你说你还没搞定 他就搞定了 所以你回学这段时间 又不知道他在玩什么 刚才黄牌是害怕的 他看不到的情况就是不在家 是 在上学的时间, 在吃饭的时间 又会不会拿着手机 因为客户说明不会锁 是摩卡的 所以也会放心 都是对自己的小朋友上心 担心他, 我给了一件这么有威力的东西 是的 于是更加忙我们 是 去做其他事 黑夜怪星越来, 一、二、三 大四国, 黑夜怪星 陈校长积极在高小 开始推行电子书包 不过他认为 在初小用回传统教科书 可以帮学生打好基础 下距那个是什么事? 八 你认为刚才我认为一陣子 你自己成功 一撇停, 停 一撇了之后停, 记不记得… 再做一次, 再做不到 去年, 他试过给小三学生 试用平板电脑上读 在屏幕上写字 但是发觉, 学生掌握不了怎样用 我发现原来他们掌握的力度 和平时写字的力度 它一样打在屏幕上 于是, 连屏幕贴也被他插花 这筆本来是直的 头部就会变成90度 咬了它, 因为太大力了 他们控制不了 经过我们的经验累积 我们看到, 纸本书仍然有它的存在价值 一套书就判穿一至六年班 配合一二三年班的需要 一定是纸本 因为我们不走BYOD 456是BYOD班的时候 自然它又要有纸本的 我们叫backup 有两手准备的位置 自然会是一些传统的书 然后它电子化 它就会受欢迎一点 是, 是, 准备了 是, 准备了 是, 准备了 从2014年陆续为中小学 铺设无视网络 推动电子学习 有老师尝试打破传统教学模式 夏智雄教了数学25年 五年前, 她仿后美国 翻转教室教学法 拍片讲解每节课堂学习重点 放上学习平台 让学生在家里鱼杂 用一个智能手机 然后买一支棍海洞在这里 可以自己自拍 你按住它就可以立刻拍摄 四十万 你可以加快速度 你下回四亿 这一条片就是一分零秒钟 基本上都足够短 书里面的例子 我将它拍成影片 那是电子媒体来的 就是多媒体来的 这个影片是 ebook几种的形式 在家里用书去预习 学生就 其实很多学生不明白 有挫败感就不做了 用影片去预习 一定比看书预习好 这一条片是一条片 我们称为一条片 是平台数 平台数 平台数 黎轻宜是夏sir的学生 他说看着 阿sir的自拍短片来学数学 比上课更加有趣和方便 老师会给一些例子 具体一点 没那么抽象 有一段时间你不记得了 那你就可以看一条片 做了五条 收了三条 有些是计算的 我写了 T2等於1-2乘2等於-5 其實等於是-3 現在可以再做一次,做到適合 來試試拿這件數目 我們要看看哪個數目 有36個數目 第一个是组织数据数据 可以把黄色的组织成为这种模式 你必须想想 夏志鸿说回教室 就是上课 老师不用花太多时间讲解内容 学生可以就在功课上的疑难 分组讨论 有些组织的组织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两个结果 他们这张和秦宝一张是不同的 深一点的其实 你就加深了课堂的难度 那你的效能就可以提高 以前他们不会去新闻的 因为他怕会阻止老师教书 可能怕瘀 最大成功就是 可以做到拔尖保底 一个学生更加聪明 若一个学生可以好一点 因为是另一种形式的照顾学习差异 好多 striving 一辆一辆四个 Learning不是在意义�оды 而是在意课堂 against 這個美髮工人有什麼作用呢 可以看嗎? 小心點 下床 怎樣將資訊視像科技結合課堂活動 提升學習效果呢? 有學校鼓勵師生利用虛擬實景科技 製作地理科教材 我想問前面這片魚童是怎樣的? 這個我知道 其實天水來之前本來是一個魚童 然後就建了這麼多的高樓大廈 但是政府為了平衡生態平衡 維持一個生物的多樣性 所以就建了這個室地公園出來 所以就可以讓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 其實這個就是用來拍攝一個全景的照片 以及一些拍攝全景的影片等等 我們就可以運用中間這兩個鏡頭 拍攝一個360度的照片 我覺得可以 想教學生有關住宅用地 和一個康樂用地之間的關係 給一些高中的同學 這個課題是認識的 但他可否演繹給一些初中同學看呢? 他一來可以幫助高中同學重溫 也可以幫助到初中同學學習 就是這樣 首先是分組, 做了一組 出來拿一個卡牌 這次和上次有一點點不同 這次是需要大家打開一個播放器 如果你搞定 你可以自己戴上褲眼鏡看 就知道了 張Sir將高中同學製作的濕地公園 傳攝影片 給中一同學做教材 講解土地運用課題 這裡就是紅樹林 那這裡有什麼? 這裡除了有彈桃魚 對, 招潮蟹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鳥類 看到一些濕地公園裡面的動物 真的有點像濕地公園 真的會讓身體扭動 去看看周邊的環境 上課可以多學一些 還有有樂趣 有沒有印象在你們店裡面 有哪些位置是能夠提供到位置 給剛才的司司機坐下來休息 一個地理的課節 大概會有1小時40分鐘左右的時間 如果我帶學生出去 走到去濕地公園 我相信已經沒了一半時間了 所以可能實質參觀的 可能當你兩個小時裡面 可能真的只有大約9個字去參觀 所以其實相對地 可能做到的效果也不會太理想 虛擬實境的技術 將整個課室的環境擴張了 可能透過一些具體的影像 或具體的實物 它會令它燃燃明白一點 好,哪個小朋友想要一顆鑽石的 舉手 你要告訴我 你接下來有甚麼要做好的 好,你說吧 上課比較乖 你上課平時不乖 好,你要做好了,知道嗎 朱子榮校長間小學 除了積極使用電子教科書 還運用資訊科技做學生訓育輔導 他們設計了一個手機遊戲程式 記錄學生學習和操行表現 行為良好 可以在小式來這間遊戲室玩 譬如你答應我一件事,我就可以獎你 或者譬如他做一件好的事 他拿過來給我看 我們都可以隨時將他非常有彈性 體積,一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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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彈 我是手 贏還是輸? 也算贏的 你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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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三顆紅營石 三顆紅營石要方式 要平時成績的比較好 就可以拿到六營石 是要乖一點 在我們遊戲設計裏面 有網絡的行為 希望改善它外面 就是一些生活的表現 我們經常都覺得 電子遊戲或者電子娛樂 可能是會影響學業 例如他很喜歡競爭 或者甚至乎我們學校提供不同的工具 環點活動去競爭 其實取代了某些需要 他就不會沉迷於單一的方面 他很厲害,他就轉得很快 不是單純於擺一個科技 在學生的面前 而是最重要就是改變 我們老師,我們成年人的一些固有觀念 教育學者強調 電子學習的成效 很視乎老師 是否可以適應到教學模式的轉變 現在最大的困難都是在教師的層面 以前老師就不用很多準備 我站在那裡,我認識 我就告訴你,我就教完書了 但現在不是 我想你去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又不想我哩哩嗦嗦 我把它事先用AR、VR 放在一個情景上 你可以看到,其實不是它自然有的 其實是老師的設計 所以在這方面的支援就要多一點 而如果能夠有一些政策 令到我們的老師有一個更大的空間 時間和學校的政策 是不是有一個一致性 是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這種的發展模式 在香港如果能夠有一個持續發展的空間 我們其實是會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是令到這一種的過程 變成真是我們會見到一些 實質的教學的果效出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延 李宗盛